我覺得其實蠻悲哀的 因為我那邊 我們臺中很多鄉親從南投來的 因為臺中離南投最近 那南投所有要到都會發展 都全部到臺中來 所以我那邊非常多的鄉親 尤其工廠 中小企業 包括裡面的工人 很多是從南投來的 問過他們 他們為什麼 他們說對南投其實失望 為什麼失望 因為你知道這狀況 但你過去你覺得沒有辦法改變 林明珍包括歷次國民黨 每次選舉都拿五成以上的票 他們覺得很難改變 因為地方派系就沒有人關心 我說林明珍你到家的事情 你不知道嗎 知道為什麼 因為全家就是你家 全家是林家 什麼意思 剛剛說林明珍 這一次我剛剛講他幾個狀況 我就原知是哪一個巫賊戰術說 你這個有瑕疵 所以那個證明他是對的 不是這樣子 林明珍現在我為什麼說 全家就是林家 他現在這樣 爸爸做完 兒子做 爸爸生林明珍 對不對 館長做什麼 為什麼要選立委 因為本來要讓林汝賓 他小孩選嘛 林汝賓是沒辦法 贏不了油耗 另外一個年輕人 所以他林明珍才沒收了這個選舉 說那你爸爸自己出來選 不過林明珍講了一句話 我也是覺得蠻有趣 我到現在還想不通 大家稍微想一下 你們幫我想一下 我也是還想不通 他說我這一次選是為了下一次不選 對啊 我這次選是為了下一次不選 他講的 邏輯是這樣 我這次選是為了下一次不選 他講的 邏輯是這樣 我這次選是為了下一次不選 這句話 我再參透一下 你再參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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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坐禪一下 坐七天看能不能想 因為他知道他危險了 現在南投人無法接受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我講 真的是全家就是林家 以前林元朗做完 然後林明珍做完 做完給他兒子 兒子做完給誰做 爸爸做完兒子做 兒子做完孫子做 哪一個孫子 林陽港的孫子 林汝陽要做 他們就算好的 我林明珍做完 然後我給許淑華 許淑華做完交給林汝斌 林汝斌做完給林汝陽 未來過去三十年 也是你們林家 未來三十年也是你們林派 一家族都林派 你掌控這個南投 然後這些問題 我再講說 剛剛我總結一下 因為剛剛青黃講 那個大家都匪夷所思 我一塊塊這麼好的一塊地 你有說建商或一般人 會把中間的地區賣給別人 那我怎麼整體規劃 這個這麼嚴重的問題 還有只有地沒有建物 我自己買地 你幫我去家 你直接買家就好了 這豪宅講不清楚 第二個講不清楚 垃圾剛剛主持人提到 就不用再講 垃圾明明是自己無法處理 不但無法處理 甩鍋給林家隆之外 更可惡是什麼 做一個縣長 他竟然直接跟所有的縣民說 跟你們竹山 你們竹山的垃圾 你自己燒 我南投管政府沒幫你處理 還有管長可以說你竹山 竹山鎮的人不是南投的縣民嗎 說我沒幫你燒 沒幫你處理 你自己處理 還有這種管長 第三就是剛才說出國 出國一百一十三次 國民黨的發言人說沒有 他是去推銷茶葉 我們就不要講說推銷茶葉 這件事已經被打臉 說他的茶葉每年都越來越少 越賣越少 越推銷越少 然後他出國真的跟茶葉有關什麼 有幾次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 一百一十三次裡面 只有四次跟茶葉有關 而且不是去南投推銷茶葉 是去參加人家中國一個 冰陽縣的一個茶葉開幕節 你去參加人家 不是你去推銷你的 第四個他沒有建設 但是他花了很多錢去做什麼 南投沒有地方燒垃圾 但是他花了南投什麼天空之塔 什麼什麼之塔 什麼什麼橋 他做一堆這些建設 坦白講南投好山好水好風光 不需要你做這些硬體 你要改善是交通 像勇哥之前幫他改善過交通 他沒有改善交通 他做了一個硬體 就很多現在關閉了 很多現在是空城了 最後一個我就要講說 我說要抱持希望什麼 為什麼很多 他每一次我們過去 投票率很重要 因為很多我們那邊南投的鄉親 他說就不會贏 因為他們家勢力很龐大 就不會贏 所以只要覺得有希望 回去投票就有希望 不過前三十年是他們臨家 未來三十年來是他們臨家 一家祖都在臨家 把南投捕成這樣 然後每年人口都流失 已經流失掉三四萬人了 這八年來臨家 南投流失三四萬人了 都不用跟憲民 跟鄉民說 抱歉 我臨家做不好 我給一個年輕的一個機會 你們兒子是議員都選不住 你還要讓他去選 你讓我們蔡培會 從九二一開始 就為了地方再付出 做過台海的教授 真的打招在這裡做 給年輕的一個機會 這樣不行